妳這個腳要伸直 要很難 以萱怎麼了 妳超近了 以萱超近 合不起來 合不起來 對 慢慢變大喔 慢慢變大 有 哎呦 哇塞 那個是WAVE WAVE 哎呦 好 舒緩 做骨神經痛 免失藥 雙腳開開 真爽快 這好 誰來示範 雙腳開開 真爽快 優妮 大家跟我一起坐 跟她一起坐 要雙腳開開 雙腳開開 先躺下來 這是坊間在講就是說 這樣會有用 好 雙腳這樣打直 對 然後張開 腳勾起來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就好了 還是要持續動 手要偷在大成這樣 對 要壓 親愛的心蕾 妳這個腳要伸直 要很難 妳看一看以萱那腳伸很直 對 我們會有眼看 以萱筋好軟喔 身 不是 妳幫忙 因為妳的膝蓋是有點彎 膝蓋有點彎 沒有 它會痛 它會痛對不對 膝蓋要打直 這個動作能夠讓妳 舒緩做骨神經痛 免失藥 真的嗎 就這樣就好了 請舉牌 好 一個圈 兩個叉 兩個叉就不妙了 MAYDY MAYDY妳怎麼說 因為妳在腳張開這個動作的時候 內側跟後側會有點伸展道 主要是後側的部分 有伸展道的話 對坐骨神經有一點點幫助 OK 但是還有其他動作可以更幫助它 好 但是卻有兩位是 來 Skot 什麼 那個坐骨神經痛啊 雖然它叫坐骨 但是它的發源其實是從腰來的 腰椎 腰椎先跑 所以大部分坐骨 不是想問一下 我們可以起來了嗎 可以 好可以了是不是 而且麻煩妳們 講話能不能快一點 對 這我們一直進去吧 本來是做單位邀請 然後說 抽筋啊 以萱怎麼了 你抽筋啊 以萱抽筋 合不起來 坐 這樣定了 坐這個坐到合不起來了 本來製作單位是說 他們講話過程當中 我們都要Hold住動作 Hold住 我看第一個講那麼久 就造不起來 這樣子 放棄 第一個還沒想完就不行 所以妳覺得這個是沒有作用的 因為我們應該要 對腰椎做舒展 才能舒緩做骨神經痛 腰椎做舒展 所以其實我建議的 可能可以做 這個我們可以請Mia老師來 來 妳以前真的有歌手嗎 對啊 她唱歌是真的好聽的 真的嗎 她可以邊坐邊唱歌 真的 真的啦 對 伸步一下 你的脊椎 讓你的脊椎可以有一個 舒緩的一個狀態 慢慢變大 貓血變大 那個是WAVE 有胃 身體有胃 天啊 太難了 還要去哪 OK 來 妳們幾位女生 我們來試試看 老師再帶動妳講 貓是嗎 貓 貓婆是 對 要怎麼樣 吸氣的時候腰背脊椎延伸 對 然後再往上 拱 吐氣拱背 小心妳的腰 可以 老師進來指導我們沒有選 帶著她們做好了 對 要不然她們用拼的 沒關係 妳在這邊 我幫妳調就好 OK 吐氣的時候 妳要用妳的背去推我的手 用背 拱背 肚子收 對 拉通的 對 往上 好 吸氣的時候 再一次頭抬 脊椎延伸 胸口往下 頭尾往上 對 妳會感覺到妳整個脊椎的排列 OK 吐氣再拱背 再拱 好 我們到大的囉 吸氣的時候 吸氣的時候先這樣子 腳去踩 臀部帶著妳的脊椎往上延伸 往上延伸 這樣真的是有舒服 有伸展到 拉開 拉開肩膀 感覺很舒服 對 為什麼就有她 解一解把她伸展開了 然後她們都在等妳摸她們 對 往上提 往上提 對 肩膀要打開 腋下也要打開 腋下要打開 我也要提一下 我不知道怎麼 玉琳哥 你不要假裝不會 這邊不用了 這邊放棄置 放棄 還有割式是什麼 沒有 看一下會不會比較簡單 剛剛沒有講到割式 割式是為什麼 割式主要是可以放鬆臀大肌 因為我學生很常 很多人在練屁股 老師屁股好巧 對 屁股好巧 腿推座很重 就像鴿子對不對 你一開始前面這隻腳 先放在瑜伽墊上 然後盡量平行 如果沒有辦法平行 這個都不可能 梭的也可以 可以 OK 這樣可以梭子會比較舒服 這樣拿妳像鴿子 對 好 妳身體先往前 還沒 對 還沒 妳身體先往前趴 慢慢會像鴿子 對 感覺屁股這一 右側的屁股在伸展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有 對 很有感覺 那如果有 有力一點的人 可以抓後面這隻腳 放鬆水前射 但是我現在還是沒有看到 Amanda有變鴿子的感覺 玉琳哥很奇怪 那請問一下 那弄到牛肉飯 抓不到抓別人的 抓不到抓別人來看看 還是妳抓新鴿 抓新鴿 抓新鴿 對 有抓就好 這樣可以 有抓別人 抓新鴿 對 這動作 有 對 需要 需要施力點 就抓著他撐住 這個動作 伸展腿前側跟右邊的屁股部分 這個對坐骨神 對 放鬆 舒緩住 舒緩他 上班族久坐的困擾 一招可以讓下半身不浮腫 這很重要 腮腫 浮腫的有很多 誰來 以萱 以萱來 這女生最需要了 對 現在要教大家做 一 二 四 躺下去以後 把腳給這樣舉起來 舉起來 然後用手抓腳掌的外側 這樣 然後要笑 笑 對 對 那是純粹要翻過 怎麼車子 他剛剛換折了 然後 聽的 妳快樂嗎 聽我的指令就是 妳快樂嗎 然後要搖搖去說快樂 好 左右搖 左右 快樂 先這樣 沒有 新鴿要左右搖 左右 搖擺 左右搖 新鴿搖 搖 愛人搖 這是一個滾背的動作 我幫幫忙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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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妳搖 搖 這個如果在家裡 不知道人家看到 會覺得我們不正經 因為應該直接翻車 請問一下這個動作是否有效 3 2 1 舉牌 應該有 有效 有耶 我們要做 久坐困擾 可以 讓下半身不浮腫 為什麼 因為血液在你躺下來 腳抬高的時候會回流到心臟 所以會幫助你的下半身 我們的水和血液 流到溜回上面 促進血液 這樣就可以不浮腫 Scott 沒錯 因為水往低處流 我們站著一整天 我們身體的淋巴液血液 都會激在下半身 所以我們把它抬高 就可以讓它回流 就是抬腿的意思 女生睡前然後放在牆上 那個也是有用的 是 有用 是 來 來 當我們的雙腿 比我們的身體還要高的時候 真的可以消水腫 如果有一些高階練習者的話 那就可以把腳抬更高 做一些 妳會抬倒立 來 想看 等一下 我很常看他在臉書 倒立 超強的 真的啊 瑜伽的 可以再給自己一個倒立 倒立王 倒立王 所以你不用靠牆的嗎 不用 他不能講的 他很專業的啊 哇塞 真的假的 太標準了 但初學者要靠牆 對 他這到底 然後整個腦充血 真的太OMG了 他現在要維持多久 維持五分鐘的樣子 這樣我們在腦充血嗎 兩手平衡 現在這是什麼事 這個是Cobra 那是極外蛇 極外蛇 喝咖啡心甜之事 救到你 好厲害 太厲害 謝謝 因為我看這個 酷充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Mia是很棒 又爛又正 笑容可舉 對不對 很大方 所以這個動作真的是 竟然是有用的 快樂 陰兒式 這個很好學 反正躺著 腳身高抓兩隻腳 搖來搖去 然後要開心的一個形式 搖晃一下 然後那個學藝往身體 心臟方面去流動